好 美丽的环境希望大家好好的保护不要绝积 不过再来看到真的从世界上消失的就是恐龙 所以先前在电影当中重现让很多的观众跟影迷是相当捧场 侏罗纪公园多年前票房开出了红盘 这一回续集再度上映同样引发话题 更是最近最火红最夯的电影之一 而且片上为了行销这一回推出的是恐龙手机APP 让使用者自己当主角和恐龙合拍各种搞笑创意短片 民众残狂逃跑因为有恐龙在身后追赶 环球影业不只想赚电影票还同时推出恐龙APP 让民众看完电影后还能继续借由手机游戏陷入恐龙的世界 恐龙跑到社区街头甚至还入侵民宅 这款恐龙手机APP程式民众可以自己变成主角 自行选择恐龙加入影片里另类合成 有人更制作了搞笑版本 恐龙变成掌心里的可爱宠物 还和唐马是小火车排排站 变成超萌迷你恐龙 有恐龙逼近狗狗不但不为所动 甚至还打起呵欠完全不给恐龙面子 恐龙热潮甚至还延烧到美国戏剧圈 男子才刚到完麦片准备吃早餐 没想到一个转身 他的宠物小恐龙赫然在眼前出现 主人出言禁止 没想到调皮的小恐龙仍用爪子移动碗 最后悲剧还是发生 美国波士顿男演员卡佩尔靠着合成影片 诠释人与恐龙间的心理阵 另类枯索的搞笑风格 上传网路才短短一周就突破97万 请点阅人次 谢谢啊 会文正好吗 对